这是索尼的新品 又是个黑科技 它不是蓝牙耳机 它是可以挂在脖子上的蓝牙音箱 型号是AN7 我用了一阵子了 具体感受怎么样和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我要说的是 用这货玩村庄寺 不论是关门声 还是地下室的老鼠的叫声 甚至跑过木板桥的锁链声 都十分清晰 而且现场感很强 特别是友好的村民们 他们呐喊猪威声 仿佛就在身边 这种形态的音箱 我是第一次用 我感觉它和耳机 还有音箱都不一样 因为音箱的声音 它是从前面扑过来的 耳机的声音 它的解析力很好 但是它这个声音 主要是围绕在头部的上半部分 也就是耳朵以上 索尼的这个AN7 它有一点和耳机很像 那就是它距离咱们的耳朵很近 声音虽然是从耳朵下面传上来的 但是整个声场 是围绕着整个头部的 另外它这个声音有电影院的味道 人声特别明显 应该是索尼专门调教过的 我在安装的时候 它有一个配套的APP 要给我两个耳朵拍照片 它会分析我的耳朵 并且给出适合我的配置 我在网上并没有查到AN7的高低音参数 但是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毕竟它是索尼的音箱 这几天我用它看电影 打游戏听歌刷短视频 下面具体说说 先说连接情况 我用蓝牙连接iPhone 小米手机 还有电脑PC 它同时可以连接两台设备 它好像知道 我想用哪个设备来听歌 来播放声音 几乎不用手动切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它连接小米安卓手机 用的是LDAC编码 AN7连接PS5是用有线连接 它自带了一根Type-C转3.5毫米连接线 直接插在PS5手柄上就可以了 在PS5里面可以开启3D环绕声 也可以打开杜比全景声 如果你要是玩游戏 连接PS5和连接电脑 我都建议用有线 因为有线可以大大的降低声音的延迟 说到延迟 我用蓝牙连接手机刷短视频 连接电脑看电影 声音的延迟我感觉不明显 但仔细看 认真对比 还是可以看到一点延迟的 正常使用感觉不到 接下来说说它的外观功能 还有佩戴是否舒服 佩戴舒适程度我感觉还好 因为它可以调角度 而且这个角度可以记忆 适合不同粗细的脖子 AN7表面用的是织物 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索尼logo 下面用的是仿真皮 PU皮革材料 是那种亲肤的材质 整体高级感十足 重量也很轻 戴上没有负重感 我一般是坐着佩戴 三部也可以戴 但是如果你要是跑步或者骑行 我感觉不适合 下面说是功能键 我们以戴在脖子上之后的方向为准 左侧有音量加减键 中间那个键是听歌暂停和继续 双击是切换下一首歌曲 这个和蓝牙耳机一样 右侧是开关键 按住两秒开机 再按住两秒三秒是关机 长按是蓝牙配对 短按是电量提示 还有个麦克风 音量我一般只开到3-40%就够了 续航还是挺久的 官方说是12小时续航 60分钟快充 我实际体验确实挺耐用 下面说说缺点和不足 一个是价格 我感觉有点贵 不够亲民 不过索尼的耳机和音箱 哪有便宜的 第二就是它的声音调教 我感觉它和传统的 监听音箱和耳机不一样 AN7的声音更像电影院 像看电影 毕竟它的定位就是 移动的电影院 好 下面咱们简单的听一下 最后说说它是否值得买 适合什么群体买 如果你平时喜欢戴耳机 但又担心对听力不好 或者你平时戴头戴是耳机 觉得闷热还夹头 可以试试AN7 这个已经是第二代了 如果你平时晚上喜欢 一个人看电影 一个人打游戏 不想打扰家人 这个也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它这个声音 只有你自己能听到 就算是坐在旁边的人 它也听得不太清楚 还有一个场景 我觉得也比较适合 那就是工作累了 躺在办公室上 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 用AN7听听音乐 也是很不错的 很放松 很惬意 好 关于索尼AN7 这款净挂蓝牙音箱 我的初体验和感受 就到这里 给各位参考